Curry남steamjie Reviewer... 아� ye 阿力管理说完很简单 昨天我在养和医院讨厅睡觉的道理 我知道这里也有人不在听 我说其实很简单 togeth 你遇见任何事情 譬如今天發生 你今晚想,就會說 今天真的行壞運了,很黑 一個星期後想,就會說 唉,上個星期那天沒那麼好 最近又沒那麼壞 好了些了 半年後回想回 這百多天 是百多天前那天比較壞 其他幾天都很多 再幾年後想,就是 唉,十十歲了 久不久,又開心又不開心 到幾十年後回想回 唉呀,有不開心,只趁現在有開心 不然就現在不覺得那麼幸福 那是什麼呢? 就是你怎麼計算 我想大家玩一玩數字遊戲 你看看那些機構的業績 是吧? 你很容易看而已 今年賺大錢 當然了,你拿最差的那年來比今年 就營業額高了幾百倍 是吧? 有時候人生都是像 鬥數字的 如果你用很近來說 今天對你來說可能很慘 真的 因為你用今天來比較今天 如果你用很久的日子來比較 你會拉暈了 看回頭 你真的遇到不開心的機會率 又不是那麼差的 甚至說,比起好的時間 因為有不好就趁得很好的 好了 今晚我們講睡覺的問題 如果我講到你們睡了 我就講得很精彩了 今天是詩篇127篇第二節 說唯有耶華所喜愛的 或者親愛的 可以令他安然睡覺 看聖經 看詩篇127 1和2節 三個字都是講什麼呢? 講徒賢 賢榮 即是白費的 甚至會說是沒有意思的 這三個是什麼呢? 第一就是如果不是 耶華說建造房屋 如果不是上帝建這間屋 建屋的人是白做的 第二件事白做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不是上帝 如果不是上帝 那些人是白做的 那些人是白做的 第三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你早上起床 晚上睡覺 用盧錄 這麼多力 回共內工 賺碗飯吃 其實都是白費的 講三個白費 賢榮 桃賢 你是什麼人生哲學 他不是挺深奧的 這三個白費 你想想看 看屋 一間屋 如果是人建的 當然經過了炎樓 穩固 你就買吧 但是屋的質素都不同 真的 有些屋 你今天聽到 剛才鄭孫說 這裡87年了 你坐在那裡怕不怕? 怕不怕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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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實淨 但是實不實淨呢? 是上帝決定的 對吧? 有時候你真的看到地震之後的屋 哇 豆腐渣 你腳都軟了 誰要建的? 真的 這間屋實不實淨呢? 建屋的人是否可以完全控制了呢? 很難說 其中一件事不關屋事 比如地震 就算是幾十個人都好 如果有天災呢 這間屋都未必能熬得住 對吧? 所以你會說 你可以很努力 很努力 很努力 但是結果是不是很努力 就能保護你自己呢? 也不一定的 也不一定 第二件事就是承辭 是吧? 守著那個承辭 全部都是那些打得的人 是吧? 但是如果不是上帝幫你守著這個國家 這個社會呢? 那些守著的人是否真的能守得到呢? 這個世界沒有永遠打贏的軍隊 那就是說到最後 哇,真是太平呢? 都不是人可以控制到的 所以有些人說 香港是福地 哇,真是很幸福 但是我想大家都想到 這個福地都試過呢? 做逆浮吧 試過沙士,很多人害怕 也都試過呢? 移民潮,很多人走人 那就是說呢? 其實這個世界有沒有地方是完全安全呢? 就看上帝 能否給他這個安全呢? 不過第三件事最實際了 就是早上起床 在晚上上班 晚上睡覺 聖經怎麼解釋這件事 就是牢碌得來的 有飯吃 都是徒然呢? 我想和你分享一下 照計應該找到一碗飯吃的 在香港 如果沒有失業的問題 不過這樣看 在什麼情況下 我們早上起床 晚上睡覺 是不成功的呢? 第一件事數一下 病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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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那天早上也不能起床 第二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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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工作 能不能給你機會呢? 我有五年的時間 我在勞工處 展能科 是帶理工大學的社工學生實習的 我在展能科 在荃灣 那是最大的部門 香港很多人在那裡登記 原因是為什麼呢? 就是遇到工業意外 或者是天生 是有些殘缺 有些人登記 我看到這個聖經說 早上起床 晚上睡覺 吃牢碌得來的東西 但是那幫人肯早上起床 肯做到惹惹的 但是找不到一碗飯吃 原因是什麼事呢? 好像我的老友 精神科的朋友 凡是別人叫他 你知道香港的規矩是這樣的 我想你們都沒拿過公共換助 沒拿過 你知道怎麼拿的嗎? 你當然不知道 是不是馬上有的? 不是的 是三十天 你說我報窮 我報窮 我報窮 你首先去勞工署 你先去勞工署 你先去勞工署 先去勞工署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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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天內 你先去勞工署 我叫你去哪裏見工 你要去的 如果你去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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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去到尾 都沒有人請 那你就拿到那個月的公共換助 你就拿到了 但是這樣 都是在拿 下個月有沒有呢 我打電話來 你會說 ABC公司請人 你的程度可以 掃垃圾 你可以的 你要去 如果你不去 對不起 你的申請就無效了 你不找到公換了 這樣的 你不要以為炸窮 又有香港錢 不是那麼容易的 所以我的病人 一聽到要去報到 去吧 做什麼事情呢 梳了個頭 穿了個衣服 戴一件 你們永遠都很少戴的 就是白花油 為什麼要戴白花油呢 怕得震 震 全身震 有頭殼震到腳尾 他很厲害的 見公了 很害怕 嘩 出到 老闆一見到他 嘩 就這樣打一次 嘩 老友 你什麼來的 這樣 加油吧 當然說 這樣啊 你先回去吧 等第二天有沒有人見公 我的學生呢 跟他們打氣 陪他去 多數出來都說 沒有啊 不請了 所以很可憐 早上隔起身 夜晚睡覺 吃爐烤得來的 你肯這樣做 但是都是屠然的 因為沒有人請你 經濟環境最壞的日子 積極積極積極 那個失業率是很高很高的 那這幫人呢 過幾天生活很慘 可能你說 喂 都有幾千元的 嘩 那幾千元啊 交了租 一天大概多少錢吃呢 大約 現在來算 六十元至七十元一天 三餐 三餐 你說 我可以啊 我三十元都搞定 自己買菜 自己煮 十月我家裡種菜的 你可以 但是知道嗎 很多人不可以的原因是什麼 他們是男人 男人吃多一點嗎 不是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要吃煙 你知道一包煙是多少錢的 當你有煙癮的時候 六七十元沒什麼用 所以每個人怎樣 每個人都打電話給我 余先生 未能出糧 還有排月尾 他們遊谷拿錢 有排月尾都遊谷 十多天沒錢 那你以為我怎麼幫他呢 我不可以帶錢去的 但我又不能賣告白 我只是告訴你 在某一個地鐵站 地鐵站裡面 有某一家香港好有名的西餅的地方 有一種排包 排包 是相當便宜的 我每逢找他們 就帶兩包給他們 顶着先,就是吃这些 这就是我用的手法 但是说明,你不要卖给人,牌包 所以呢,我的老友 老板公务援助的人,最聪明是什么呢? 一出粮,在油谷拿钱,第一时间 就买,不说得,说得的,叫福面 买几盒福面先,买在床下底 一饿就拿福面出来吃 就是这样一个日子 哇,一个,十几十年 十几十年 每天都问,几时能死啊? 我说,还没死的,继续吃吧 这真的很可怜啊,真是 他有没有做错事呢? 他没什么做错事而已 他纯粹做错一件事 就是受到刺激,压力 然后爆了 老素描看到 爆了神经线 爆了 爆了就是说话,语无伦次 比如说,下个礼拜聚餐记住带两只狗来啊 然后我们就应而排行比赛啦 怎么搞错啊?合一堂玩这些东西 这叫爆了,说话没关系的 他就这样爆了 所以做事呢 再不可以用脑了 努力又不够气力 所以每天都不加油 这些人很多,香港有二十万 所以说,哎呀,幸好 我不用吃这些东西 感谢上帝 你第一天赚了你是健康 你还可以找食 好多人 上之一时早上 早上晚上 但没办法找到吃 但最惨的,也不是找到吃 是这记忪 下半句 睡习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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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试过睡不着呢? 开心的睡不着很多了 开心的时候睡不着了 我们做一些小孩活动呢 以前我做儿童中心 星期日 一定不可以搞任何活动 被小学低年班的 家长投诉 他说你带他去旅行之后 兴奋到那晚睡不到 你上学真是死活 他说是星期六好搞,星期日不要搞 开心是睡不着的 但当然是童年的时候 现在你就不会开心睡不着 你是什么睡不着 你想不通 人生很有趣 人生有三个步骤 跟你讲穿而已 你自己想想 第一个步骤是什么? 第一个步骤是睡得着 为什么呢? 你很有自信 那时候通常都是十八、二十二的时候 十八至二十二 再大一点就当是二十九 那时候为什么呢? 我要改变环境 比如说你气到我生气 我改变环境 我炒老板油鱼 我故事转工 第二就是 哪个朋友得罪我 我认识另一个 或者说什么呢? 告诉他爸爸,骂死他 在童年至青年日子 什么都用改变环境 这四个字的 所以他们睡得着的 因为他们相信 我一定做得到的 当然,又大鼻又大嘴 那些日子 很多人在青少年阶段都遇过 所以你的子女 经常说没有闭闭,有什么问题 那些问题终于不读 读到第二间 但是这些日子 不经不觉,结了婚 上到三十几,四十几 改变环境这首歌 好像忘记了怎么唱 忘记了 接着我们怎样呢 降低期望 降低期望 你击我 我不会改变环境了 我知道你一生都欺负我了 因为你是我老板 我降低期望 闹少一点就够了 今天已经很开心了 对他儿子也降低期望 你找到吃就行了 不要打算养我 降低期望 接着再说 是什么呢 哎 屋租这么贵 没所谓啦 住间小一点的 降低期望 这时候越搬越小 降低期望 旅行呀 不要了 不要去澳洲了 改去长洲了 降低期望 这就是中年人 所以个人都说 没办法啦 不过呢 都不是绝路 我现在体化了 没所谓啦 这就是降低期望 但是降到某个位置呢 突然觉得降不了 譬如被人欺负到 真是上眼眉了 最后怎样呢 最后就会 说出 你的悲哀 周围找人 素苦 素苦 有没有遇到那些人找你呢 就说我很惨 出来谈一下 这样 接着有些人呢 跟人说 自己又说 自言自语 你有没有坐车 见到那些人 自己和自己说话 那些不是说电话 是真的索索的 自己和自己说的 到最后怎样呢 对于栋楼不断骂 真的索了 即是怎样呢 人最痛苦最后都是 不停要说出来的 收在心里呢 就抑郁 唯有呢 就大声 周围唱衰了你不喜欢的东西 那就是 中年之后的日子 所以信仰也是说出来的 不过信仰是对上帝说的 不是对人说的 就觉得说不舒服很多 就叫做祈祷了 原来人生里面呢 初初呢 就觉得有什么问题呢 我从来没有问题的 那些叫做改变环境 所以我们每个都经历过这些日子 由改变环境 转做呢 降低期望 接着又说出伤心 我们说我第几期啊 你知道第三期说出伤心 所以很多时候你发觉到呢 很多人找人辅导呢 都是想说出他的伤心 但是发觉到这个问题没解决到的 说的而已 不说了好过不说 不说就躲在心里呢 睡不着了 所以你每次和好朋友聊天呢 那晚包你很好睡的 真是 但是如果你找不到那个人又射箭 甩你底 你那晚睡不着了 因为原来人是不可以压抑的 所以今天呢 你看看 诗篇127篇第二节呢 他唯有耶华所亲爱的 令到他安然睡觉 就是他奇缘土 他说了一样 他自己的心事 所以有时你希望今晚呢 将今天听完之后呢 试试做个实习 你尽量讲一下你很伤心的事 你祈祷 你讲完了呢 如果你发现到 哇真的很准啊 奇奇坑 没有尾就睡了 这样 你很成功 很多人都说呢 祈祷什么时候是奇缘 说完诚心所愿 有些人讲不完的 就睡了 那些人都很幸福的 他明早就讲不完 但是他真的讲完了之后很舒服的 这些经历呢 就是这么多科学的里面呢 觉得人都认 奇缘是有用的 所以你看EQ呢 没有宗教信仰的 但是哈佛呢 仍然保留一个段落 他说只有 祈祷的人呢 是讲出他的爱伤 连哈佛都相信 说出哀伤 祈祷是一个办法 是一个办法 当你说呢 哇 就是说他相信 有神 当然他信的程度呢 那个神是怎样的 他就说不出来了 但是他相信很多宗教信仰的人呢 他有一个办法 走出去的 就是祈祷了 我说到这为止呢 我们就讲一个睡不着的教人给你听听 就是 旦意理书第二章呢 有个皇帝 很长的名字 尼布甲尼撒 可能你读九字也读不定这个字 这个皇帝呢 就讲他在 第二章呢 第一节开始呢 就是做了皇帝第二年 他发了个梦哦 发了个梦 你有没有发过梦啊 我以前呢 做过特殊教育 很多弱智宗文仔 都跟我分享这件事 就是他说 晚上发过梦啊 是不是很好笑 弱智发梦啊 你猜梦是不是弱智的呢 不是 不是 通常他发过梦是什么 就是吃雪糕 可能他问我 醒了之后没有雪糕的 我说那个叫梦 我知道了 这叫做法梦 后来呢 人们知道发梦而已 发梦就是假的 但是你有没有研究梦呢 佛洛伊德 1900年 写一本书 叫梦的天书 中文图书有一本 Dream Book 我看了三次这本书 梦的天书 给了一个定义 很精彩 很精彩 这个梦是什么来的呢 梦就是 理想的达成 这五个字 就是说你有什么东西 有一个心愿 很想的 你这个梦呢 就帮你 你自己也不敢说出来的 梦就会发出来了 那个就是你的心愿 你的理想 想成功 梦是一个潜意识来的 但是你说 我最近也有发梦 但不是这些 我都不太喜欢的 那怎么解释一下 我今天就不是主要来说这些 但是我想告诉你 睡不着教的人 通常都是给一个梦 弄到自己 好像尼布教尼撒那样 圣经说 心里面 很烦恋 因为太怪的东西了 梦是很怪的 你知道为什么怪的吗 弗洛伊德答得挺好的 弗洛伊德说 所有梦 都经过包装的 包装的 令到发梦的那个人 知道 知道中有些不知道 不知道之中 又觉得熟口面 这叫包装 像你那样 你化妆化得很厉害的时候 发到你老公也不要认得你 但是觉得很面识这个人 原来是我的老婆 这个人是发口装 当然他化得很假 包装 你说为什么要包装呢 就这样化就可以了 就这样化是不行的 那个原因呢 梦呢 是一种心理智慧 保护自己 如果就这样化 将自己想的东西 发出来 发得清清楚楚 很痛苦的 很痛苦的 譬如说 你很恨做医生 很恨做医生 很清楚 见到自己 在医院做医生 怎样不是 在医院做病人 很痛苦的 很痛苦的 事实上你不是医生 你考不了的 所以呢 梦不会 出现了 你穿医生袍 入医院的 梦会包装的 包装是怎样包装法呢 男人就会变成了女人 女人变成了男人 放在宫会抱小孩走 小孩就会放在宫 总而言之呢 换了些位置 你觉得 那个不像是你自己来的 终于是换了些东西的 本来梦呢 是想做医生的 但是那个梦呢 是说开车 做司机的 是一种职业来的 但是又不用医生来出现的 但是又服务人的 令到法梦的人呢 又好像很熟口面 又好像不是 如果你说 我经常都是这样的 没错了 这个就是梦了 梦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安慰的 安慰是中心思想来的 所以说梦和神 借着梦的人有关系 如果你喜欢研究 值得研究一下 梦多数都是安慰的 不是啊 我梦发现到 我爸爸死了 还安慰 不是这样的 因为你一起床 你爸爸还没死 那就很大安慰 你还有机会考敬他 即是说 安慰的意义在里面 就不是安慰的剧情 不是这样的 我都不明白你说什么 你很喜欢 那本书呢 作者呢 举了一个例 是中国人的例 我就明白了 这个例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以前那些皇帝 就叫那些大臣 我做错了什么 你们给一些宗告我 那些大臣就知道 哇 说真的 死定了 说完之后 拿我出去 割了我斩头 记得也不要说真的 和皇帝 所以呢 那些大臣通常怎么说呢 用比喻 比如说 有一只猴子 很乖 突然有一天 拿了一些东西给他主人吃 不过我懂 所以主人说 猴子拿来的 也不肯好吃 他没有吃 说故事 其实猴子就是大臣 主人就是皇帝 他不听他说 就是不拿他的东西吃 但是 我没有说你啊 我刚才没有说你啊 我只是猴子而已 这叫包装 这叫包装 令到呢 那句话就说了出来 但是 听个人呢 不会变成受害者的 是不会伤心的 是吧 不会伤心的 太有趣了 好了 又说回尼布格尼撒了 尼布格尼撒发了一个梦呢 他就心很大烦乱 你看 旦以利舒疑章呢 于是他怎样呢 他真是离谱了 他就叫他的大臣 他说什么呢 他就快点找人 讲我的梦给我听 你看圣经 就是你自己笑出来的 他没有说什么 他叫那些人说他的梦出来 你也不说你发什么梦 我叫我说你 昨天一刻你自己的梦 我怎知道是你 我都不是你 是吧 他说你一定要讲我的梦出来 除了解释之外 讲梦是什么 但你又不讲梦是什么 给我听 出之那些人说 很难找到一个人这样的 接着他在巴比伦说 如果这样找不到 所有的智慧人 读书多 平时多话说 很聪明 杀清光他 这件事就是这样 后来就找到旦以利出来 旦以利就祈祷 后来就回答了 尼布格尔撒的梦 回答得他很满意 详细情 你回主学 看《弹以利》书第二章 但怎样这么说呢 就是原来一个怪梦 足以弄得个人 天天睡不了 夜晚睡不了 因为你觉得 杀有戒事 是吧 小心这件事 我很喜欢这个字 杀有戒事 你现在人生 是不是已经可能 预感 有些事就快出现 你好像不是很安乐 好像不是很安乐 其实人人都有 你说这些预感是什么来的 有时你发觉到心灵里面 是有一种 突然莫名其妙的需要 想不通 睡不了 如果做父母就很简单 你的角色 你看到你儿子、女儿 不是说你两个 看上去就觉得 有些事很不安乐 看到老公也很不安乐 看到自己的样子是镜也不安乐 所以有些人说 你搞什么呀 风平浪静 无风起浪 但杀有戒事 通常是一个人完全休息 很有空 不忙 你睡在这里就会想起了 晚上上班没什么想的 为什么呢 老板追到我瘦 还有空发梦 但当你放假 晚上一刻 夜难人静 其他家人睡了 没人理解你 收音机不知道怎么开 你就会有这样的事 想想想 早点睡不了 你说是否中年危机 没什么关系 人生就是这样 因为人生太多事 是想不到 它会发生的 可能你说 有没有证据证明呢 这样 有的 我举个例子 哪种人容易睡不着呢 如果你看圣经 圣经在传道书五章 他就说 牢独的人 北区 吃多吃少 不到你赚了多少钱 多不多东西吃也好 他都睡得香甜 很好睡 打工仔很好睡 那些风足的人 富足的人 有钱的人 富足 令他不容他睡觉 搞得他睡不了 你说我现在明白了 因为我窮 所以睡得那么好 差不多了 你说怎么搞错呀 有钱之后 难睡一点的吗 这样 原因是什么事呢 原因就是 当你拥有很多的时候 你就要挂着那些东西的去向 用得好不好 就这样放在这里 还是投资好呢 分给哪些人好呢 传道书其实头那几张很精彩 其实最值得哪些人看呢 最值得家长看 他说那些人 赚了很多钱 也很踏水 所以想不到的问题就是 留给谁呢 留给谁呢 当然当然留给他儿子 女儿 对吧 我很小时候就懂这件事 我三岁的家里 就在画墙 拿一支圆笔 你不要学我 在墙墙上就这样画 免得拿纸这么麻烦 画了可以自己欣赏 我的工人 一撲出来 哇,你死了 你画到这样 你老爸回来看到 接着我回答他很快 不用怕的 老爸死了 现在我是我的 这样 我安慰那个工人 那工人呢 最坏了是他 告诉我老爸听我说这句话 哎,真的 从此我知道不要留意信人 三岁 突然呢 我老爸真的很好 老爸在我八岁的时候就卖了一家屋 从此就没有屋了 我不用想太多 我家屋 我家屋是一棗屋 房子 我今天也很 很有感情 对这件事就是 我樓下 我八爺住 我八爺就卖给 搬下不到福音堂 就是以前我们的家里来的 刚刚昨天 搬下福音堂 请我去讲道 很有亲切感 我童年就住在这个教堂 前身是我的家里 这些感觉呢 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 原来呢 真的是的 当你拥有些东西 你总是觉得 怕保存不了 不过传道书很精彩 他说 他留给那些未曾牢碌过的子女 也是大患 哇,这句话令人害怕 大患 为什么大患呢 他没捱过 就拿了你的钱 其实不是好事 当然你说 有什么根据 这些是历史证明 我想大家看很多家族 你都想到 当个家里的子女知道 老爸有很多东西 一定给我的时候 我想他都没什么大兴趣 做任何东西 花钱都要找 还不迟 打给一脚不是过世 不过我觉得真正的大患 不是这件事 如果你读心理 我觉得一个大患就是 当一个年轻人 他太容易得到一件事的时候 他假设 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错了 他以为很多东西很容易得 对吧 就是 老爸的就是我 我现在有几十亿 多容易 在这里出生就可以了 多容易 什么都不用努力 他就以为 得个老婆 得一些工作的成债是很容易的 反而累了他 他以为很多东西是很容易的 反而我觉得这个只是中心思想 就是他对人生 的估计很大出入 创得很大出入 反而穷的人 他真的很困难赚到一元 反而他觉得是不容易的 所以因为不容易 他肯用他很多 更加大的智慧 去想怎样赚到这一元 因为他人生里面 多了很多发挥面 他生命力很强 所以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能捱得 他能顶得住 反而这个人的人生很扎实 没有那么泡 所以那个人很容易哭 原来那些是这么难的 所以这个也是对的 所以这个大患 不只是 有钱人就真的不要命 是这样解释的 不过这样看 如果是这样 你就想想你自己了 你说我快要越来越有钱了 那就睡不着了 希望今天你能听我说 也不是想得这么悲 因为为什么呢 我认为两个朋友 我找了很久 找了两个证据 这个朋友是我很佩服的老人家 大我一点点 我说 我上次跟你说过这个人 他银行车 他工作是要用单车送货的 然后他单车是脱车的 他差点被车撞死他 他很生气 他觉得这个老板不是人来的 这么有问题的单车让我出去送货 他很生气 后来很奇怪 他信了耶稣 他那一刻 他生气了 你猜他想起什么呢 他说 世界上哪里有地方是绝对安全的呢 他突然想到这个问题 突然想到世界有哪个地方是绝对安全的呢 是没有 是没有 就是这样 他想起耶稣说 我把我平安 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平安 不是世人所赐的平安 他想起这个圣经的时候 他真的不生气老板 就是说 你生气他不让你平安 他不让你很多安全感 其实这个世界哪个地方是绝对一定有安全感 给你 是没有的 既然是没有的 无论是挂人家 他再去工作 很积极 他忘记了一个很痛苦 很痛恨他老板的经验 他说的见证上堂 我真的觉得很清赞 接着有个男人 他说他长期失眠 他说他信耶稣和不信 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 他信耶稣之后 他找到一个道理 道理就是 神 是管理全世界的事的主宰 所以他说如果遇到任何事 惊得我睡不着 任何事的价值都是湿碎的 湿湿碎 因为神的能力是管理全世界的任何事 他都可以控制到 我自己遇到一件事 我睡不着 我睡觉 其实这件事 在神眼中是湿湿碎的 于是他睡着了 因为他信任 这个神会保护他 两个很理性的男人 在上个堂的时候 说这个他信耶稣前后的分别 我觉得他好像说了两个方法出来 两个方法 你试试分析一下 两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 绝对的安全是没有的 如果有的话 只有神的层面就有 人的层面是没有的 第二就是 既然神 是什么事他都做到的 所以我做不到这些事 在他看上来是湿湿碎的 如果我找他 跟我一起 这件事都是湿湿碎的 说到那些是信心 信心 我见这两个人的时候 我都觉得 有点疑是怎样的 差异的 为什么他不是很多读书经验的人 又不是什么人你觉得 资历很高的人 但是他说话的那种肯定 就反对很多书的人未必 有些人琴琴琴 很害怕的 他没有的 我觉得有时候 这就是人生里面的一个躁毅 哪个人可以练到 睡着觉 是因为他找到一个信任的对象 有关系 信任的对象 他成功了 所以看圣经 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 你可不可以用你的 思考 忧虑 令到你的命 多加一刻 你都不行 你试想想 如果今天一刻 我计算一晚的办法 想想怎样长命多 10分钟 15分钟 如果我得过 其他都拼不过 你已经虚了一晚了 是吧 只要用一会 但是 都没有 所以你说睡不着 我想想好他 就是 正是想想好的人 就没有了今晚 其实你亏本的 如果你今晚拿来睡觉 你不想那么多 反而你赚了明天 很精神 明天做事 可能会做得有效率一点 是吧 你想不成这件事怎么做呢 又亏了今晚去想 明天你眼睦睦呢 明天那些更坏了 这些东西有时候觉得好像很浅 教育都可以 你睡好些明天读书更精神 但偏偏 这个小孩说不行 我要开通宵 反而开完通宵之后 如果开了通宵的人就知道了 开完通宵之后 身是很冷的 反而你这个人 没有了自信去做事 不是十足状态 还输了出来的 希望今晚你想想 如果你真的睡不着 你选什么路 都要想好 你放手 去祈祷 信用神帮你 可能你问我 我听你十一晚 你为什么相信 真的有神帮你 我讲过我的经验给你听 经验是很特别的 我希望你也有这些类似可以分享给别人听 我经验是什么呢 我在这里小时候 我第一天学到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我上诸语学 我上诸语学 合一堂的执事 很尊敬他 合一堂有几个执事 老人家很厉害的 和我洗礼 考问心事的执事 是圣经工会的总干事 他的强悍是什么呢 他懂得念圣经的 真的 你看到我讲十二堂 拍完他就差很远了 他真的随时可以念 我们很崇拜他 于是我们青年人 青年团契的日子 十八、九岁左右 我们几个男生 女生好像不侵 几个男生 一起斗念 约翰福音 我念了第四章 我就投降 但我都念了三章 一字不漏 我们有些人念得比我更长 我不得输了 就完了一个傻傻加加的暑假 话说我上去读学堂 他就教帖撒罗尼加书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是圣经有本的书 他就教 很开心 执事教 就是名牌子 上读 我也算很乖 后面那个鹿鹰乖很多 他堂堂去了 我去九成而已 上到一堂 我回来 星期日 换了个男人进来 一个男人 为什么不是上星期那个女人 执事的 那个男人说 大家听我说 上一堂你的老师 他在前几天死了 我呆了望着他 死了 不是很老 我喜欢听他说话 他说他有个急病 已经去世了 那天 我记得那天 我大约是十 五六岁左右 应该是圆经班 差不多是十七岁 我突然感觉到 我心里寒了寒 我在这间房 上星期跟这个人教书 七天后 有个人替他堂 说已经死了 我要接受这个现实 后来 这个老师跟我们说 他 明天你会再见到他 他说贴萨罗尼加号书 在那一刻 这个代货老师就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 你有没有兴趣有时间 参加他的安息礼拜 我说是什么 他说他在这儿正堂 他的棺材会抬到这儿 还有 我们一起去纪念他 哇 我不认识其他同学 我去 哇 一进来 全场都是蓝色衣服 英华女校的学生 全场都是蓝色衣服 是我一个男孩 这么特别坐在那儿 我看着一班十多岁的人 十多岁坐在一起 几百人 一个人躺下在棺材里面 那一刻就是我在 出来工作的第一年 我的感受 就是 原来 躺下是很容易的事 没有人敢说七天后 没有人敢说七天后 我是否站在那儿 你是否坐在那儿 没有人敢说 接着呢 我有个遭遇 我去做一做 代课教师 我找工作 这家教会的牧师的太太是做校长 她也是我诸学先生 她跟我说 喂 做不做事啊 我说做啊 现在很窮啊 她说 我说行啊 你来剃一个月吧 我说好啊好啊 多少钱啊 都挺好的 三百元 三百元一个月 很好啊 我去了 这是第一次赚的钱 三百元 谁知道 很喜欢这些小孩 教一下教一下 真可憐啊 最后那个礼拜 就是我最后七天 倒数了 哇我教了小哥 我四十人 个个都会念他的名字 我又很喜欢他 他又喜欢我 所以就是 我快没命了 七天后我们要走 我打算收拾包袱 我最记得那时候 每天就拿东西回家 最后那张教员的桌椅是空的 校长叫我进去 叫个文书来 不是他亲自 喂这个 这块是排板啊 你拿着去 去同楼环大厦教育私处 我做什么事 你可以继续教下去 我给你申请了 我说是什么 接着我告诉学生 这学生是欢呼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堂是最好玩的 因为我乱说的 他很喜欢上我堂 我拿着排板 去同楼环 我说那封信不是封住的 是打开的 我看到什么呢 看到 我们被这个余先生代替这个 我们本来邀请的 甲级教师 这个甲级教师 在前天 急病去世 死了 我有个位置 死了 你那个感觉怎样呢 我没想到这么矛盾的感觉 没理由很开心的嘛 死了 那个人死了 你开心的不是人 是吧 但是你又真是很开心的 我又做的 我倒没有试过 我连试过 那种感觉 问自己 究竟你想开心 还是不开心的 我真的回答不了自己 但我发现 开心比较高一点 当然原因是 我不认识人 我没看见他 他这样子 什么样都未 是吧 问题是 我就找到一份工作 我这个经验呢 另外怎样呢 我突然想起 咦 咦 他这个经验呢 我突然想起 原来绝望在最后先看起来 可能不是的 可能最后不是绝望的 我赢了这种经验 不然成世人 好像我特别是乐观的人 因为我真的试过 到最后那天竟然有份工 就做了 当然 做了那一年后就很喜欢教十分仔 后来再教了两年 我就做了社工 做了社工 怎么知道一到做社工 很不开心 原因是为什么呢 原因是 我也是想读师饭 我老板跟我说 我这个老板也是合一堂的执事 不过是九龙合一堂 他跟我说 大家是教友才说 你做那一行就要像那一行 不要再想什么回去做先生那些 做社工 但我心里想 我真的不太喜欢做社工 然后他就说 给你一个好机会 明天 下午 有个人 帮我们同事上堂 我给你坐在那里听 我说 有得上堂 好啊 什么人来的 他说是一个心理学家 我说 哇 这么厉害 第一次见猛料的人 我说去吧 一坐下 看这个样子 真是不开胃 我这么瘦 吓 那么瘦 他说 他自己介绍自己 我呢 是末期癌症的 哇 不行了 他说我是香港第一个 代表香港出去 国际的 社工 社会福利处 但是现在我已经知道快要去世了 所以我回到香港 用我最后这几个月 希望可以贡献给这间机构的社工 欢迎你来上我堂 你以为我感觉是怎样呢 我感觉是 为什么那些人 临死 你又有钱 又有面 临死 当然是环游世界 有扑菲吃扑菲 去哪里见多几眼 一走来我们那栋楼 住在我们楼上六楼 六厘五楼 教我们这些人 你就是死在这里 我没想过这样死的 想过死的人洗清赶钱 玩到happy 不得了 有机打机 有浮有浮 为什么你这样选 他就是这样 他还堂堂问我们追功课 我会帮你改的 用心写 我心想 我像死人多过你死人 好像没什么兴趣 为什么你这么有兴趣呢 我这世人第一次见到一个人 是对于就来死 还这么有兴趣 每天的生活 很好心机 讲三个小时 睡得不清不楚 但是他不断说 很难得 同事很心机交 我没什么心机交一张纸 他成本一样交 他用改的 二十多人 我觉得这个人很奇怪 虽然我是基督徒 但我没见那个人 是临死这样来生活的 很选不选 教我们这样的人 老实说教大学教授 你这么高学历 找一些未受过训练的人 但是我明白一样东西 他死了 在一个追悼会 他有基督徒 他一早遇到一段圣经 叫人帮他读出来 他说一粒墨子 若不落在地上死了 仍然是一粒 若不死了 就结出很多子粒来 就是说一条命 只是一条命 但如果这条命 经过一个特别的过程 他可以产生很多希望 很多生机 令到很多新的命运会出现 新的转机 这条命就很伟大了 我看完之后觉得 很有意思 我坐到以前我决定 我学他 我要做社工 如果不是他出现 我想我是一个叛徒 我最终也认为我做社工 我最终也会认为我做社工 因为我喜欢教书 不过学书 就算教不了书也好 我都不喜欢做社工 我老板一早就看穿了我 所以他就警告我 你做那一行要似乎那一行 跟我说 我做了社工 我做了社工 一做就很惊讨 做了40年 不过是这样的 到我进研究院 我再回香港大学读书 这个我很大的福气 拿到优秀社工奖 香港大学差不多是不问面试 就立刻收了我 当我是first honor 收了我 我读碩士的时候 就遇到我一个真正的偶像 真是偶像 我没见到那个人 这么成功 他说儿童心理 任你们问他都答到 任你们说完理论 他还在那块板上 补充很多给你们知道 是不用看纸的 但他很年轻 50岁都没够 50岁都没够 最有兴趣是第一课看到他 他两个手插在袋子上 他想给我问他 他说刚刚来香港 买不切皮带 他看着皮带的皮带的 所以就抽他的皮带去教书 我这么有趣的先生 我都没见过 直至呢 我很喜欢上他的课 我没试过读书 是准时上学 准时到 还早了去 希望听到他讲话 这么厉害 我看着他 他拿着一本书 他给我们看 这本书是 他在美国写的 我说写来干什么 他说 看着第一页 献给我的父亲和母亲 一天他请我去乡大学 教研宿舍 烧野食 我就问他 为什么这本书 献给你爸爸妈妈呢 他说 我说的原因给你听 我十几岁呢 就在沙基湾住 跟着呢 就和我爸爸 大炒了一场 大家决定的 脱离父子关系 他说我们是客家人 很厉害的 我说是这样 跟着说 我们就跑去美国 自力更新 又捱 读书 然后上大学 然后拿到大学教授 哇 你很厉害 很厉害 跟着他说 每一次我在美国 写信 回来香港 给我爸爸的时候 他从来都不会我信 这个爸爸生气了我 那么多年 他不理我 但是他立心 想引起他爸爸注意 于是他就写这本书 一本成名的书 献给他爸爸妈妈 希望他留意 最终 机会来了 就是他爸爸妈妈呢 在沙基湾的 香港大学呢 就请他做一个到访学人 来大学教书 他回到香港了 哇 二三十年 二感荣归 回到香港 找他爸爸 他爸爸怎么对他呢 他爸爸说 不要再说以前的事了 我要做父子了 我说 恭喜你 教授 他说我很开心 接着他跟我说 你学我 私家执业 做一个专家 这条路在香港将来 会很聪行 你听我说 哇 我有你这么聪明 我就这么做 然后就走了 一个月后 一个月后 他要回美国了 离开他爸爸妈妈了 当然了 他今次回去是开心的 因为他父子已经好关系了 我写了一张多谢卡给他 他就走了 几天之后 我收到一个电话 其实来回是两个礼拜 他回去没多久 收到 你猜收到什么呢 帮助了 一看 走泊 就驗不到他有癌症 一星期后死了 我收到这些消息 好像发一场梦 一个很尊敬偶像级的先生 偶像级的先生 他在我眼中 在人眼中第一名 第一名 奋斗 成就很高 在人身上最好的东西 也可以说最美丽的结局 找到他爸爸 他的勇气很大 不过奈何的生命 他不是基督徒 他一直说自己的前程 是他奋斗出来的 结果是他赢的 很多人都恭喜他 不过奈何 命运到最后 令他无法接受这个打击 无法接受 他一生已经以他父母的关系 是他最快乐的东西 他没有了 这个死呢 影响得我都很紧要 我本来想着私家职业 做专家写书 都很想跟着他捉 突然间我停了一停 不要搞那么多 我来一个很大的刹车 直接是刹车 不要跟他 我只学一样东西 珍惜眼前人 我太太患了胰壮癌 现在我接我爸爸和我住 我珍惜我身边最近的人 最近的人 所以你今天听完呢 你说人生里面 你怎样可以保证七天之后 两次的经验 接着 一个临死的人 竟然这样度过最后的日子 来教这些人 又不会游浮 又不会花钱 还有最后这个人是这样的结局 这样的结局 所以呢 我今天要结局 我会选全书第十章来结局 如果你想用诗篇一二七篇第二节 以此说 唯有耶华所亲爱的 必定令他安然睡觉 之前 又说到 早上前进入睡 晚上睡觉 都是什么呢 吃牢了得来的饭 不过呢 全导书十章十五节 好像回答他这句话 他怎么回答呢 传道书十章十五节 那些牢了的人 是什么人 是愚昧人 笨鬼 那些愚昧人劳碌 令自己怎样呢? 困惑 又疲 又辛苦 连进城的路都不知道 你看英文姓记知道 什么叫进城的路呢? 是回家的路他们都不知道 就是说 成世人在奋斗、熬 尽量赚很多钱 自己很疲惑 但他遗留了做一件事 他没有做的 就是回家这条路 他自己没有研究过 就是说什么? 就是死在 他自己的困惑 的工作 和他认为的人生里面 这个就是愚昧人、蠢人 聪明的是什么? 聪明的是很多事情都做 也很乐观、很勤奋 不过他一定搞定一个问题 就是进城的路 他知道 他知道哪里是 the way home 回家这条路一定知道 我相信今天你们个人都懂得 回家这条路 是吧? 但如果我们有另一个家 是人生结束之后 天上的家 你懂不懂那条路怎么回呢? 死了 不断通去不去 即是说 那条路你一定要知道 要不是 你生了一小人奋斗的东西 不是很高的价值 这都是愚蠢的人的努力 愚蠢的人 所以有时候的智慧很有趣 压力呢 为什么人有时候这么累 这么惨呢? 其实压力是一个讯号提醒你的 你这么辛苦为啥? 提醒你的 成了一刺你 当你病 躺在医院 你就问自己 我熬了这么多年 得到这样的东西 其实 值不值呢? 所有的压力 都是通水里听的 你是不是一个愚昧人 你努力的东西 没有价值的东西 竟然你做了这么久 你很困乏 所以希望今晚 尾以这一晚 如果你真的睡不着呢 你自己数一数字 有几多样东西 是值得你奋斗 但同时呢 你自己最希望得到的东西 其实得到没有呢? 如果你都得到呢 你是个快乐人 你是个快乐人 所以其实我的经验里面 我都怀念我刚才说的人 但我有时候觉得他的生命 都好像 送了几堂书给我 很宝贵 令我不应该看重的 真是不看重 应该看重的 走去看重 你倒转回这个位置 好像你的人生突然间轻松了很多 很多东西都好像 刚才我说了两个男士 觉得那些东西是湿湿碎 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觉得神可以管理你任何东西 没有东西是这么艰难 没有东西是这么艰难 你就很轻松了 好吗? 希望下次呢 就尾声了 下集大结局 第十二集了 好吗? 但是我很欢迎大家 如果你有些人没听过这些讲座 有兴趣的 你可以介绍他 无论听我们的内容 CD 或者上网 我们尽快 希望做好在网上 你尽量给多些你身边 觉得生活得很辛苦的人 其实你送这个礼物给他 都差不多是圣诞礼物 你送给他 他一定要多谢你的 因为最大的关心 是心灵 而不是够不够吃饭 你都听到我刚才说 那瓶白花油都可以搞定这么多东西 但是问题是我们心灵里面 需要比白花油更加重要的东西 就是上帝给你的祝福